哈利路亚,愿平安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 我们今天晚上的讲题是就业中的三大艺人 我们起来翻开以习节书 以习节书第十四章 十四章十四节 这里说到其中 所有挪亚、但耶利、约伯这三人 但是他们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就自己的性命 这是主说的 主在这里对以习节先知这么说道 这里主提到旧约圣经中有三个人 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最公义的 这不是以习节先知自己的想法 这是主对他这么说的 这三位其中的两位呢 是从原早历史的人物 这是挪亚和约伯 但其中的这一位旦一礼呢 是跟以习节先知同样年代的 为什么主这么挑出这三位来讲呢 这个以习节书的背景就是在讲说 当灾难临到的时候 谁也救不了谁 因为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已经要举兵来攻打以色列把整个城市毁灭掉 大部分的人都会丧失他们的生命 因为当神的公义领导的时候 那这三个人并不是活在这个年代除了但一礼以外 但一礼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圣经上这么说当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 没有谁能够救谁啊 就算这三个人呢 住在他们其中的话 他们的公义只能够救自己的性命 他们不能够以自己的公义来挽救其他人的性命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没错,我们常常说是神的怜爱 神的恩典来救我们 但是这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就靠神的恩典就好了 我们什么都能够撒手不做呢? 圣经上这个强调 虽然神能够救你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救自己 圣经讲到这三个人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义的话 也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性命 没有错,是神的大能力救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也是要做到 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就会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再翻开以西节书第十八章 以西节书第十八章第九节 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说的 当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命运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当军队举兵攻进一个城市的时候 谁会丧失他们的心命呢? 有一些人会马上就被杀掉 那有些人的生命可能可以免过这个灾害 有一些人会被带到巴比伦去 他们或许能够在那边过着不错的生活 谁能够决定我们的命运呢? 我们可能会这么讲,是神在控制一切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是吗? 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圣经上参考的话,并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把第十八章熟读了,当中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到你能够决定你的命运 当然是间接的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常常与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常常做神眼中为正的事情 这也就是在神面前有公益 甚至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保护 可是我们平常如果是活在罪中不听神的话 那我们的命运就会是灭亡 也就是说我们间接地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这个图片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是往天堂走的 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如果是良好的呢? 反之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非常恶劣的话 那我们的未来可能是通往地狱的 因为当我们死亡以后呢?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不然就是天堂,要不就是地狱 我们没有办法再重新活过一遍 我们来看这三个人的第一个人挪亚 挪亚的意在哪里呢? 我们翻过来这个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 挪亚的后代记载在下面 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在这里说到挪亚是个义人 也就是说他做的事情完全合乎神的旨意 他所行的公义呢?并不是只是他眼中觉得是好的事情 并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来决定的 有的人这么讲呢?我不需要来信神啊,因为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标准来行事我做的都是很好的 我们人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来决定什么为善为恶 如果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 我们如果是能够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出生,自己什么时候死亡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话,那当然我们自己就能够决定什么是好的 事实上呢,我们并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神创造,我们本身也是神创造的 那当然,神决定什么是对的,那就是对的 挪亚之所以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合乎神的标准 我们如果看过来第六章第五节 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中日所思想的都是恶 这些人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想的都是恶事 十一节说到的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充满的强暴 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是这个世界是败坏 在这个败坏呢,是指到在这个淫乱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是充满了强暴,也就是说地上的人都很暴力,他们互相的伤害彼此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挪亚他的思想,他所做的事情跟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的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是不简单的 如果在朋友中间,在同侪中间,你的想法,你的做法都与众不同的话 那你可能会受到很多的排挤 因为你的所做所为,如果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话 人家可能会对你吃很大的压力 然而呢,挪亚并没有要遵照他这些人所做的事情 他不在乎受到这些人的眼光 所以挪亚只在乎一件事情 神怎么看我 我是不是在与神同行呢 我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呢 这就是他的公义所在 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活在这个败坏跟充满强暴的世界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能够表现出来我们所做所为是与众不同 这个实际上来做呢,是很困难的 可是呢,挪亚给我们这个鼓励哦 如果挪亚办得到,我们也同样办得到 第二点呢,挪亚的公义就是他百分之百的顺服神 我们常常讲呢,神拆遣挪亚 神救了挪亚的一家 神怎么样来救挪亚一家呢 神告诉了挪亚去造一个方舟来救自己的性命 我们可以说到呢,挪亚的公义就是他的顺服,因为他的顺服呢,他救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他嘴里讲说信神,信神,但是神要他去做这个方舟,他并不去做呢,他也是死路一条 他在做方舟的时候,如果不照着神的尺寸来造的话,这个方舟也必定要翻掉 所以说挪亚的公义呢,就是来自于他百分之百的这个遵从神来之一 我们来看到第七章的第四节 创世纪第七章第五节 挪亚救君的主所吩咐的行了 再翻过来第六章第二十二节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 也就是说,不管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他并不会去质疑神的动机 他不会跟神讨价还价 他也不会延迟他的行动 当神要求他做什么,他就马上去做百分之百照着神的意思做 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 可是呢,大部分的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这么做 我们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上并不然 打个比方说,神说这个星期六这个安息日呢,我们要看为圣的 从星期五太阳下山到星期六太阳下山,整天我们都要看为圣的 我们可能跟神这么讲啊,星期五啊,上班了,整个星期我很累,想要在家休息 星期六呢,有时候我也是得工作,所以我不忙的时候我再来就好了 或者是上午呢,我带着小孩去补中文啊,去补乐器啊,下午再来聚会就好了 当然呢,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怎么样去运用它 可是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如果是遵行了百分之九十九呢,那也就是不遵守神的道理 我们来看诺亚是怎么样造方舟的 如果他改了方舟的任何的条件呢 他如果是把这个尺寸改了 他如果是把材料改了 他如果是做了任何的变动呢,我们想想看这个方舟有办法在这个大洪水生存吗 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方舟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大洪水生存下来,因为诺亚百分之百的照着神的旨意去做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教会的团体 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很爱神 可是这些教会所传所讲的如果不是百分之百遵照圣经的呢 那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这个教会呢,如果用圣经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没办法得救 当审判日带到的时候,神会看我们所做的而不是我们所讲的 所以诺亚的公义呢,其实是很简单做的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要与神同行 我们要与众不同 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百分之百遵照 第二个义人,我们来看这个约伯 我们来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这本书开场白就这么讲,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的 这个并不是人在这里对约伯的描述 我们如果看下来第一章第八节 这其实是神对约伯的评价 神在这里说到,你有没有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世界上 再没有像他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的了 在第二章第三节是这么的说到 然而呢,这约伯的公义不仅不单单止于此 他的公义呢,远远的超过这些 因为他的公义呢,这个撒旦要来攻击他 而神也让这个撒旦有机会来攻击他 这个所有发生在神选民身上的不幸呢,都是神允许的 我再说一次哦 这些在神的子民敬畏神的人身上发生的不幸,或者是好的或者不好的都是神这样发生的 没有所谓的这个 没有所谓的这个 倒露事,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这并不一定 这可能是一个神的熬炼 虽然这个撒旦想要来破坏我们的信仰 但是神知道我们能够胜过 这个约伯的公义并不是因为神祝福他,然后他生活过得很好 这个就是他的公义 那如果这个神让一个人的生活很平顺,然后他也是都是敬畏神 那当然他是会一直地敬拜神下去 因为这个人心里可能这么想,我想要继续地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要一直地听神的话 但是约伯的公义胜过这些 因为他公义,所以招来了这个撒旦的攻击 他并不知道这个攻击是从撒旦来的 他以为是神出手来攻击他 他丧失了他所有的一切 他所有的财产 他所有的儿女 甚至他的健康 他身上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疮 那我们能够想想看约伯当时是多么的惨 我们如果是这个三样灾难中选任何一样,我们都是受不了的 但是约伯的正直呢,与人不同 他的义是与人不同的 他遭受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坚持着对神的信心 他是公义的,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虽然他丧失了他所拥有的,他还是继续保持他的公义 我们看过来约伯记第二章八节 在这里他又遭到了另外一个试炼 第二章八节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第九节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受你的权证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这个对他说是另外的熬炼啊 他的妻子这么跟他说,你受到这些打击,你仍然要保持对神的纯正吗? 你在这里应该要弃掉神,然后就自己死一死吧 当我们人遇到一些生命中极大的打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些负面的想法 如果一个人失去生活所有盼望的时候,他可能会进入这个心理的低潮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信仰,他就失去了对未来的盼望 他如果对未来没有希望了,他可能也不想要再活下去了 这个源头呢,就是从放弃信仰来的 这个撒旦透过他妻子,他最亲近的人的嘴巴这么跟他讲的 你应该要放弃神 这个对他来说呢,可能是生命中的最大的挑战 约伯怎么反应呢? 第十节约伯这么说到 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里得福也不受祸吗?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一个鱼丸的妇人一样 这并不是他太太很笨,因为他的太太呢,是被情绪调动 或者是说他被撒旦利用了,他还不自觉 但是约伯这么跟他讲,你说话就像鱼丸妇人一样 约伯这么跟他讲,我们从神里手中得福也不受祸吗? 这就是约伯的公义 他遇到极大的困难中,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受了这样的灾害,他也不得罪神 他继续地来信靠神 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公义在哪里? 我们之所以敬拜神,只是因为神给我们很多福气吗? 只是因为我们想过上好的生活吗? 或者我们如果是在困难中,是不是会持续地相信神呢? 第三个人,这个但依里 在圣经说,这个但依里是一个大受倦爱的 我们来翻开但依里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九章二十三节 我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来告诉你 你这蒙大倦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向 在圣经中三次提到的 这个但依里书第十三节 说到 他对我说 大蒙倦爱的但依里亚要明白我与你说的话 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来 在圣经中三次提到的这个但依里是大蒙倦爱 这不是人讲的,这是神的天使讲的 我们如果是听到这个从天使中的嘴巴讲出来我们是大蒙倦爱的 那我们会非常高兴 但是他不是说蒙倦爱,他是说大蒙倦爱 我们常常讲说神是公义,神不偏看人 但是神却会爱一些人,过于恋爱一些人 这个并没有任何的互相冲突 神的公欲在于他会用一样的标准来审判所有的人 但是在神的眼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是特别蒙他倦爱的 那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特别爱他们呢?那一定有他的理由 我们的做法,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如果跟他们一样,那神也会同样这么的爱你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我们来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饮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抓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被选到这个王宫中要受三年的训练 在这三年中呢,他们用的善呢,都是这个王用的善 然而呢,这些食材的材料可能是犹太人不能吃的,或者是这些食物已经有拜过这个偶像了 可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王赏你食物吃,但是你不要的话,那会怎么样? 在他们的情况中呢,他们不单会没东西吃,他们连自己的性命可能也不保 如果这个王怪罪下来的话,如果王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但以理的公义在哪里呢?他的义在哪里? 虽然他现在这个困难中 虽然他现在两难之中,他还是立志要尊重神 他选择来顺从神,而不是顺从王 他选择了在神面前的正直,过于他的未来的官职 对我们来说,这个常常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常常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常常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是啊,这个嘴皮上说说的很简单,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呢,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判断,一个选择 但以理呢,对他自己的未来的前途呢,并不这么在乎 他连他的性命都不看重 他只看重了一件事 他所在乎的只是神会怎么看我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神大大地祝福他 他的前途呢,在皇宫中比别人过得更好 这个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在若干年之后,他又遇到了一个困难 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最后自己到家,他楼上的窗户开上了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树藏一样 在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是年迈了 他这个政治生涯上的对手呢,对他非常地嫉妒,想要摧毁他 他们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一些污点,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直的 但是他们却说服了这个王来立一条命令 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是每天祷告,他一定会犯这一条的 当但以理知道了这一条命令以后,他做了什么? 他不加多想,他心里也没有任何的挣扎 他与平常一样去他的房间,打开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人双眼,站在他的窗外,看他有没有要祷告 他也不在乎 他与树长一样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就因为他对神祷告被这些人抓到把柄呢? 王不得不把他丢在这个狮子坑里 但以理呢,他已经有这个死亡的打算了 他就算要上命,那也就这样吧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义呢,他没有放弃他的祷告,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 就因为这样子呢,神封了这些狮子的口 虽然这些狮子看起来都很饿了,但是他们完全不敢靠近丹尼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个丹尼里的义呢,救了他的性命 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然而呢,他们并不是完全的 照神的标准呢,这三位是旧约中信心的表扬 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人 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的 每一个人呢,终究都会死亡 诺亚呢,他也曾经有他的软弱 当他从这个方舟出来以后呢,他也曾经喝醉酒赤身裸体的 约伦也向神认罪说,他说了神很多的坏话 他也在神的面前呢,认罪 对丹尼里呢,他在祷告中也同样地对神说,我要向你忏悔我的罪呢? 而跟这个,我这个以色列民族的罪 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载丹尼里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但是丹尼里知道他所犯的罪 虽然圣经这么描写,这三个人是这么样的公义 如果是有什么坏事发生呢,神会照着他们的义来救他们 可是呢,他们并不能够借着他们的义来拯救别人的性命 甚至呢,他们的义也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的 因为这些人也都只是人 那有谁的义能够真正达到完全来胜过他们这三个人呢? 在新约中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才能够得救 我们来翻开以佛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 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 你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第九节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在这里讲说,我们得救呢,是靠着神的恩典 并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所做的行为 而完全是因为我们相信了神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恩典呢? 因为主耶稣是神本身来到了这个世上 因为祂是完全没罪的 当祂为我们死的时候呢,祂的血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得一干二净 这里讲到说,只有耶稣是完全人 只有主的义是完全的 我们翻过来 西伯来书第四章 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祂没有犯罪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没有犯罪,因为祂是神本身 虽然祂也跟我们一样带着肉体 祂在世上的时候,祂完完全全是一个人 但是祂的心里,祂在灵上,祂完全是神 祂胜过了所有的罪恶 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公义是一个完全的公义 所以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的名得到拯救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呢,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洗礼 我们在做所有圣礼的时候都要照着主耶稣的名来做 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就打住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让神来救我们吧 我们请继续地读下去,把圣经完全地读懂 我们翻过来《学徒行传》第二章 常常会看第三十八节 彼得说,彼得说,你们要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教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礼 常常我们读到这里就打住了 我们请继续读下去三十九节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招来的 还没有完,我们要继续读第四十节 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讲法 第三十八、三十九节这里讲到说,是啊,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名就可以洗去我们的罪 我们就可以领受这个应许的圣灵,看起来是主耶稣神来救我们 这个是要跟我们说,我们就坐在家里,或者是坐在会堂聚会,什么都不用做吗? 第四十节,彼得用很多话,很多见证来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救自己啊 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 没错,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救我们,祂可以给我们一件救生衣,但是我们要自己穿上这件救生衣 我们想象中,如果是在水里快溺死了,有人丢一个东西给你,你当然要牢牢地抓紧它 我们要好好地听这个人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这一节 没有错,耶稣的祂的意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也要救自己 今天的我们有在救自己吗? 我们做的有够多来救自己吗? 我们有真正地,完全地来遵照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吗? 我们再看回来旧约的这三个人 我们先从挪亚来讲起 挪亚,约伯和但一里 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靠自己的义救了他们自己 当然,在新约的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保险 可是我们要照着主耶稣的命令来信 我们一起来唱诗第334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